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特備直播節目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很高興和大家做一個特備直播 為何要去特備直播呢?原因很簡單 因為昨天發生了一宗我覺得頗震撼的事 就是國務院決定免許我們兩個香港局長的職務 分別免許了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 以及文化體育局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的職務 這宗事件可以說是首次國務院或是叫阿爺 親自來到他落命令解僱人 這個亦是我們回歸以來第一次 所以他的震撼程度是來自於這樣的 其實一直都有聲音 就指到香港特區的官員 大家都了解多多少少都有些問題 我們都不斷地說了 在以往的節目 如今來說 阿爺做事 當然他裏面亦說到 是李家超建議由國務院決定 但我覺得這些不重要的字眼 在流程上 如果你有留意內地的新聞 其實他一般都會是類似的 康調去說話 要去解僱一個人 但今次正如我所說 他的重點在於是由阿爺 去親自解僱 這一點才是值得我們關注 與此同時 當然我們在這個節目 亦都會回顧一下 他們兩位做了些什麼 被人解僱 集中一點去說 還有新任命的這些 代替他們的局長 又是些什麼人呢 是的 最重要的是 新任命的 亦都是國務院來任命的 意義也是特別 非美尋常 所以我們也要為大家解釋一下 同時也要為大家解釋一下 楊潤雄 現在不是叫楊局長 楊前局長 重點一定要數一數他 因為相信大家提起這個名 腦裏面都出現很多故事 一定要陪大家來 勢美一下 因為他做局長的時間 其實之前就是做教育局局長 到後到尾轉到現在的時間 橫跨整個官場生涯 即局長的官場生涯都很長 相信看他都會有很多畫面 林世雄又要為大家說一下 到底他有什麼風哥偉跡 導致要被人面對他的職務 原來整個香港的政壇 其實自從今年三中全會之後 阿爺上面那邊是一個指令 但是這個指令 不知道是因為香港的官員 那些從政的人 不是很懂這些事情 所以就少提 還是他故意不做呢 到底三中全會阿爺 給了什麼新的指令 為官者要達到什麼水平 而在香港做不到呢 於是之後也會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是的 今天我們的直播主要是講這個 只是講一個新聞 所以比較特別的 在節目開始之前 先做一點呼籲 現在新潮民所搞到的東北之旅 即我們哈爾濱 Kosova 俄羅斯海參威之旅 十二月那團就滿了 跨年那一團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把握到我們中國 在哈爾濱搞的東亞運 以及看到這麼漂亮的冰雪大世界 那些漂亮的冰雕 還有一個機會 就是二月份的時候 我們會再搞一團 同樣地都是俄羅斯海參威 Kosova這個哈爾濱冰雪大世界之旅 出發日期在二月九號 也是十三天的 去到二月的二十一號 我們就在選擇 特地 大家都知道 我們過年大過天 所以我們在二月九號出發 其實已經過了年 即是已經去到年十二了 那時候已經 大家已經拜年 派理事派了 所有事情都搞定了 我們先出發去今次的 哈爾濱冰雪大世界之旅 為期都是十三天 在這段影片的最後十幾分鐘 也會播出一個 我們今次旅程的行程 介紹給大家看的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WhatsApp 留在香港 在家裡自己來團圓 和親戚朋友來吃飯的話 新潮民也都 連同白希海美 準備好東西給大家 來加料 慶賀一番的 就是即食魚翅系列 以及即食高級乾包系列 第一個就是 和白希海美搞這個即食翅系列 而過去這個月都相當賣得 因為真材實料 每一盒的即食翅裡 都有足五兩的牙简翅 的份量在裡面的落足材料 每一盒都可以分到四碗 一盒多少錢? 一盒五百五十元便可 一盒最貴 平時五百五十元 建這個酒樓只吃一碗 那真的挺貴的 最重要的是 這個即食翅是全天然的 是沒有防腐劑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雪櫃一定要夠冷 回到冷藏的冷藏 冷藏到硬硬 這樣才可以放得到 拿出來解凍了 滾熱就可以吃得回 所以叫即食翅 平時大家家裡自己做一次 做幾天幾夜 但是現在滾熱就可以吃得回 但是滾熱之後 解凍之後吃完 不要解凍少少 放回去 因為這樣會壞的 拿出來解凍一次 就吃完 另外即食鮑魚也是一樣 我們選用的鮑魚 就是高級的南非吉品的白頭乾包 大家知道做鮑魚 你要發又要煮 又要講功夫 但是如今 五百五十元 每一盒裡面 都有兩隻南非吉品的白頭乾包 給大家 在冬至的時候 就可以在家裡 一碗刺放在桌上 再製作鮑魚 大家都知道 平時西餐是鑽扒的 但是 現在五百五十元 就有兩隻南非吉品的白頭乾包 每人做鮑魚 放在桌上 用刀叉來吃 這樣才做一個年尾的一家團圓 這樣才有意義 人家西人去鮑魚 我們當然要鮑魚 鮑魚 鮑魚 平時一隻鮑魚在酒樓吃 都五百六百元一隻 如今五百五十元 就有兩隻 大家最緊要吃得開心 這就是我們最大的回報 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這個號碼 六百零三一六三三 六百零三一六三三 一定要WhatsApp 有文字記錄、圖片記錄 才可以訂貨和取貨通知 再講一次電話 六百零三一六三三 好 我們現在進入我們的話題 首先要講一下 這兩位局長 即是林世雄和楊潤雄 被炒有的這件事 外界都很轟動 轟動的地方 我自己認為是阿爺親自下命令 炒他們 在外界 我們不如講一下 有人回顧了一些楊潤雄 我們先講楊潤雄 的所謂CV 即是甚麼CV 即是他做得不好的地方 就叫做他的CV 我們自己有幾個 我覺得是很大的錯誤 不如我們先聽一下 在我們分析之前先聽一下 外界怎樣說 外界就說 不論黃和藍的人 都會有一個所謂的清單 去批評楊潤雄的 他們批評的那些 所謂的封攻偉跡是甚麼 我們現在照讀給大家聽 我們之後再慢慢拆解 第一 關於楊潤雄做過的不好的地方 就是第一點 就是夜繽紛搞停電 第二就是無人機表現出了意外 第三就是100元飲食券 又限量又要人排隊 第四就要數回年頭 美斯那個不下場踢球那次 那個賣物隊來到我們香港 美斯沒有下場 又沒有做班長嘉賓 還要雲露走那一次 我相信大家很記得 然後就是這個 說到相信市民會願意 半夜起床追巴黎奧運 這個就是第五個詞 第六就是 搞了一個五千萬的發光彈 第七就是 九龍灣那邊搞了一個類似 寧堂的花海 然後就是 播錯三次國歌 然後就找人背鍋 然後就是一百萬的煙花表演 然後有些零零碎碎的 我們都不數了 例如說 不以為楊子瓶是香港人 這些 這樣的 有很多這些說法 就是外面一般外界 就是會說是他的CV 但是新潮民 你也知道 我只能夠部分認同 因為有些 你不可以不排除 涉及到黃友說的那些 即是沒甚麼理據那些 但是我自己認為 在楊潤雄的生涯裡面 有幾點是大錯來的 絕對不難過原諒的 是的 真是大錯來的 那有甚麼呢 我自己 首先第一 在他做教育局的時候的教育系統 這個是第一 第二 到他轉做這個 民體裡局長的時間 有幾個錯的 第一 當然先數美斯那件事 這個沒得走的 那時候我們都開了全集來講 講到美斯那件事 我們稍後也會回顧一下 還有的就是啟德郵輪碼頭 那個配套不足 這個亦都是在 她是局長的時間 楊潤雄是局長的時間 都是雜無旁貸的 我自己覺得 那第三 就是那個無人機表演 我們都曾經講過的 拍節目的時候 為甚麼同一時間 我們香港搞不到無人機表演 而在一河之隔的深圳 旅創世界紀錄的無人機表演 由開頭幾千架 到八千架的無人機 同一時間表演 到去到 過萬架 同一時間過萬架 現在美國的馬斯克 都要講得很驚訝 是的 最近還有一宗馬斯克 比喻美國還在生產 一個F-35 但是就說到 我們中國已經搞過萬架 無人機同一時間 做同一個動作 就比喻F-35 這些是過時 愚蠢的產品 是的 我想說的是 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時空 香港搞不到無人機表演 但是一河之隔的深圳 同一個時空 同一個時間 在搞過萬架的無人機表演 他當時所說的藉口 是非常牽強的 這是當中的一個大錯 還有的就是 據一些新聞媒體所說到 特首李家超催促楊潤雄 交一個所謂的文化創意的報告 或者叫做文化創意改革的報告 遲遲都未交到出來 當時楊局長都說到 我不覺得 李家超在催促我 這些事當然要慢慢做 都是 這幾點 大概這四點左右 就是我認為 在他任內 是比較大的錯誤 我自己覺得 還有 當楊潤雄宣布不做的時間 他都幾 即是怎樣說 即是我們逐一點說 幾囂張 所謂的 是嗎 是 離任聲明怎樣說 當然 離任聲明 官康那些我們就不說 但是 他就說到 唉 我不做 可以怎樣說 海闊天空 即是有一片海闊天空 就等著他 任了非 就這樣說 我覺得這個 即是我們 照去說 照去原話這樣說 就是天空海闊 踏上人生另一個階段 接著就配了一幅圖 就是拍著 由港島這邊拍著九龍那邊的維港 不知道是否因為那裡看到M家博物館 都關他的事 是的 都關他的事 我們待會也會說 喂 老實說 我們覺得他的下台 當然是正確 很對 是嗎 也有人說 楊局長從此就 玩完了 都叫做 該死了 應有此報 但是我自己覺得 喂 他的心是真的這樣想 你想想他做了這麼久的局長 是嗎 由17年做這個 這個教育局局長開始 都不止17年了 橫跨做局長的年份 都有6、7年 那期間 真的認識了很多達官貴人 認識了這麼多達官貴人 喂 他現在不做政府而已 你覺得往後 他隨便進入一間私人公司做 是嗎 或者是我們所謂的一些延後的 一些關聯 不要說到利益了 我們不敢說 不敢說 一些延後關係 或者是怎樣的時間 真的不用跟他擔心 他可能這一刻 楊局長心想 你擔心一下你自己好過 擔心我 我們這些在任內 那些叫做什麼 公帑檔人情 你知道什麼叫公帑檔人情 就是不用他錢的 就出席一些飯局 或者跟一些商界的猛人 去到做一些有關聯性的東西 不用他錢的 政府錢的 對不對 但是所累積到的人脈 或者那些延後的感謝 就放在楊潤雄的身上 這些真是無本生理的 對不對 那就有一個 就是我們所想到的一個看法 那好吧 現在呢 楊局長什麼 他向你不用擔心 你學他的話話渣 可能他心裏面的話話渣 你擔心一下你自己好過 對不對 這樣的時間 他亦都說到 這兩年半以來 我都盡心盡力 但是呢 就說到 他感激他的同事 以及問責團隊的成員 不過呢 他又很怪的 他沒有多謝特首 是嗎 沒有多謝特首 是啊 即是沒有在他離任的時間 去多謝特首 那反而有林世雄 我看見 沒錯 他林世雄 離任聲明 有多謝香港行政長官 也有多謝中央 即使中央是免他職務的 哈哈 這些是一定要的 是不是 作為 你說了這麼久 官康 這些事情你懂得做 看來他也有點不滿 楊潤雄說 我在這裏感激這十幾年間的同事 包括他當副局長時的同事 以及業界的持份者 我也要感激 當然要感激 對不對 這些是往後的老闆 還有 亦都要感激傳媒朋友的支持 咦 這樣嗎 是啊 但沒有說是感激特首 這些都沒有說過 都相當來人尋味 這番話都 我自己覺得 好了 現在事不宜遲 逐點逐點來數一下 關於楊潤雄 我自己看 比較大的 四大的過失 首先 講一宗 就是 我們先講一些最熟悉的 先講一下美斯事件 對吧 上當年 國際買亞蜜 都不是上當年 其實是今年二月 但好像過了很久 今年二月 大家還有記憶的話 香港政府當時 找了一個球隊 叫國際買亞蜜 但不是他自己找的 他是透過中間代理人去找的 這間公司 就是我們所說的T公司 T公司 我用回當時的說法 是 T公司 一開始不是做那些 攪手 所謂的 不是做那些 大型的 Event 攪手 它是一個時裝雜誌 後到尾 發展到 就開始 可能搞了Event 開始涉足這些 大型的Event 去到國際性的Event 都有 那時候我們就說到 這也是正常的 畢竟來說 香港政府找一個中間人 搞慣Event 來幫忙聯絡 國際買亞蜜 可能他們之間熟 T公司和國際買亞蜜之間 可能相熟 你找他都好像摸口飛 表面看起來是這樣 表面而已 好了 到最後 甚麼事 就是 但是 以為美斯 就會在 上半場不出場 下半場都出場 跟著 下半場 五分鐘過去了 十分鐘過去了 十五分鐘過去了 都未見美斯出場 當時香港政府 就說到 不斷聯絡主辦方 T公司 去詢問國際買亞蜜 美斯是甚麼時候出場的 究竟是甚麼時候才會和大家見面的 直至到臨完牆前 大概十五分鐘 就宣佈到 美斯是不會出場的 當時 香港政府 不如這樣說 民體裡覺得很緊張 在研究即時開會 看看有沒有補救措施 補救措施就是 不如讓美斯出來 親自跟球迷說幾句 交代一下 以及讓美斯去到 在頒獎的時候 站上台 做頒獎的嘉賓 或者跟特首站在一起 拍照和頒獎 這些就是補救措施 但是後到尾都沒有做 而我們看到的畫面就是 當國際買亞蜜 叫做贏了 上台領獎的時候 其實作為隊員的美斯 應該就是要來到去 不要說做多任何事 當作為一個隊員 就算是後備也好 你都應該乖乖地 上台領獎拍大合照 然後掛著獎牌 去拍大合照 但是反而就是 美斯接過獎牌的時候 全隊都有的獎牌 然後 9秒地脫下獎牌 然後就混露走了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的畫面 然後剩下的答案就是 當然球迷非常不滿 然後就說到美斯是有傷 即是說什麼腳傷 還是什麼 我們之前節目都說過 他就聲稱自己是 印帶那邊 是的 大腿內汁 大腿內汁 撕裂 就有撕裂 但是就不是那一刻撕裂 而是之前撕裂 他做了萬聖化骨臉腸毒 然後就說到 根據隊員的專業意見 建議他不要下場 但是隔了兩天 國際賣物去了日本那邊 是戰踢友誼賽的 也是同一個性質的 也是表演賽 美斯不但沒有事 還入了球 令到他說那番話 一聽就知道是廢話 我們當時的新潮民 已經立即走出來說 根據美斯所說的傷勢 如果真的是 他所說的原因 其實他要康復的話 是橫跨兩星期的 絕對沒有可能兩天後 很快進了球 整件事很匪夷所思 我們也深度調查 就發覺美斯去日本的時候 就受到日本夜生活的帝王 南培楚王 Roland的招呼 不知道Roland是否帶美斯 在日本的大人世界那裡 招待一番 令到賀爾蒙分泌提升 然後被人即時 不要說兩隻腳 三隻腳都生龍活虎 然後又康復了 就踢到球 這些是搞笑的說法 但是後到尾繼續跟進 民體裡 因為當時的球迷很不滿 也有畫面 民體裡就中招了 局長就 接著他就說 不關我的事 政府這邊其實是有要求到 美斯要下場45分鐘 即是下半場或上半場 就一定 也跟主辦方那邊 已經提出了 即是在找國際賣物之前 就已經寫了這個要求 這樣說 但是為何無法執行 就是主辦方的事 即是他把球寫下去 簡單來說 是 當時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 為何我們要拆解得這麼小 其實你可以看到 楊潤雄 或者民體裡 他們的做事方式是怎樣的 現在 人們就說 楊局長就是躺平局長 有個綽號 其實這個說法 我覺得也是對的 首先看美斯的事很簡單 你找個代理方 去聯繫國際賣物 或者去舉辦這個活動 其實正如我剛才所說 沒有什麼問題 但問題就在於 你政府是否應該有一個監察 你找其他代理人沒有問題 但你是不是應該要找這個 即是你是不是應該做一個把關的角色 究竟這個代理人 和國際賣物那邊簽了些什麼呢 他就做漏了這一點 所以就導致原來T公司 根本沒有跟國際賣物簽訂了 必須要美斯落場的條款 他只不過是拿口 跟T公司說 即是政府那邊 跟T公司說 你幫我搞的時候 一定要規定美斯落場 那就放心交給他 還要申請什麼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 申請M家品牌的資助 是不是 這個時間 國際T公司就聰明了 好呀好呀 什麼都說 額頭好呀好呀 但是你要給我一個贊助 政府的錢有時候 都很容易欺騙的 就是所謂的 就是你所說的 所謂的公帑當人情 是的 我不知道他們當中 是故意沒有這樣做 還是真的疏忽而沒有這樣做 又或者這件事 只有時候 要追收T公司的一些錢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成功追得到 真的增加白銀 進回我們庫房 真的不知道 是的 這個重點在於 你 你T公司和國際買亞物 究竟他們的藥怎麼簽 你政府沒有把關 第一就是這樣 第二就是你在沒有把關的情形下 你貿貿然 就將那個M家品牌 連同那些贊助 就給了對方 這個時間其實 這間T公司或者 合同國際買亞物 可以做到一樣事情 就是我既吃你資助 又有你政府背書 搞大整個場 是嗎 將那些票炒到跪一跪 之後怎樣 之後 不交貨 你也催我不將 他往後就是 他退回一半錢 將門票收入 退回一半 T公司都說 跟著T公司就詐贏 這樣我們也是錢 是的 但其實你細心想想 這條數是隨便有精 即使你往後 所謂退回一半錢也好 或者撤銷品牌贊助也好 其實都等於 將這個T公司 豬籠入水 因為很簡單 一件事大家可能要了解 就是 當一些這樣的商業性球隊 我們叫國際買亞物 是一隊商業球隊 因為它是一隊美國球隊 傳統的足球競旅 不是在美國 是在歐洲 大家都熟知那些 例如曼聯 巴塞隆那 王家馬德里 這些才是真正的競旅 那些美國足球隊 其實就是請退休球星過去 組成一隊 好像過了氣的豪華陣容 就來到 即是以商業為主 這個時間 你要想想 當一個球隊 請一隊國際買亞物回來 老實說 每個人都是想看美斯 或者蘇亞雷斯 但是 沒有了他們的這隊國際買亞物 其實就等於沒有了靈魂 但是他們的錢 還要給多了 因為你吹到是有美斯 踢的 這個時間 他找這隊國際買亞物 其實可以用很便宜請回來 但是你炒到 是可以跪一跪的 因為 每個人都以為有美斯 那為什麼他要那一刻不交貨 因為就是 沒有美斯是便宜很多的 他不出場 或者不做任何事情 如果你要求美斯做任何事情 全部都在條款上寫得很細 那些東西 政府就是 我放心交給這間T公司 但是你自己完全沒有檢查過 T公司跟他簽過什麼 有沒有強制美斯過來 強制美斯過來的時候 我需要付多少錢 這些東西全部沒有檢查 純粹是 我相信這間公司 那究竟這間T公司 跟他們有什麼關聯 我們都很懷疑 對不對 但是當然 事後退了一半錢 就叫做了一件事 後續有沒有人調查 或者有沒有一些立法會議員去逼他呢 沒有的 就是沒有 沒有 從這件事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是一個小縮影來的 我們現在逐單逐單去數 其實都可以數得出現在 香港究竟面臨什麼問題 香港的官僚問題 整個議會面臨什麼問題 其實是很嚴重的 其實我看已經是 亦都是令到我們這些 沒有背景 沒有官方背景的人 我們就這樣說一個異字來發聲 看到咬牙切齒 尊其不要說一些所謂 就說建制就是自己人 要幫自己人 接著就半國那些 肥佬麗那些陣型 黃的 沒有的 我們為香港人好 為中國人好 三個字來發聲 現在香港這班官員真的做得差 議會真的沒有聲音 中年都有好聲音 議會是沒有聲音的 雖然他們都想搞一個 議會好聲音 唱歌的 不過就是 做好些事好過 唱歌 真的把自己成歌王子嗎 是的 美斯事件 都可以解釋到很多官僚的縮影 我們可以看得到 如果我們要再數楊局長 再早一點的時間 當然就要數到 去做教育局局長的時候 林鄭時期的教育局長 亦都是動亂時期的教育局局長 是的 這件事肯定出了名字 出了位 是的 其實教育的問題 我相信 大家都明白到 是出了問題的了 這個不用多說 一集都說不完 沒錯 說不完 19年20年的時候 如何身為教育局長 都會有出言譴責 那些搞事的學生 無論是中學大學那些 搞了一些叛國文宣 搞了一些崇洋美外文宣 搞了一些人鏈 那些學生們 有書不讀 老師們有功不回 走去圍著一間學校 拖手拖手 你教局長 為甚麼 為官被禍停生此 說不說 更加不要數到再早一點的 例如是通識科 將中國歷史剔除 在教育制度裏面 不是必修 中國歷史也不需要修 取而代之 就是這個 所謂的通識科 接著 養到一班學生 就養成了這個 甚麼都要咬一餐 的那個雜性 這些太遠就不要說了 大家都明白了 是的 究竟是否一個 配合外國的打滲透呢 這些我們都很懷疑 是不是 即是很懷疑是 我的意思是 當然 以我們這個級數 你講 不可以一口咬定 是吧 我相信大家心底 有個答案 這些事情 我們現在先講 就是楊局長 在2017年至2022年 擔任教育局長期間 究竟他做過甚麼 在我印象中 可以概括一點說 就是沒有做過事 先不要說 19年以後 或者有了國安法以後 即2020年7月之後的事 先講之前 17年去到搞事時期 最慶合合的19年 他基本上都沒有做過甚麼 也都是 應該做的事都沒有做 也都是責無旁貸地 導致到這麼多學生出來 搞事的其中一個 不要說是罪夫禍首 其中一個要負責任的人 一定是沒有得走的 現在就是說 我們之前經常在節目中說 就是 你不要以為 現在有了23條 有了國安法 社會平靜下來 或者 人們已經開始打亡搞事 之後出來認 尤其你以前做到現在的官 其實你們都沒有得走的 因為你們擔任 重要官職位置的時間 是相當長的 長到有些已經是港英的年代 到今天了 在伊 回歸了這麼多年 二十多年了 到再之前 你們都是坐著這些重要職位 你覺得 香港搞成一九年 被外國滲透 或者用內地術語說 就是滲透到成房子 這樣的時間 你覺得你沒有責任嗎 還出來認聰 絕對像你教育體系這樣來算 就是你們自己任來的把關不力 那些造成的 多做多錯 少做少錯 不做就不錯 最重要是保住自己 任由外國 還有一件事就是 可能缺乏這個知識 看不出這些是外國滲透的招式 相信了一些西方表面上講的 土製價值 冠冕堂皇 是的 然後很怕被世人批評 不跟這些西方的普世價值 所以就被人不斷滲透 亦都不夠膽 或者沒有這個知識水平去看得出 原來人家在滲透你 是吧 就像你看美國那些 說只有一套 是否真的這樣做 新潮民創台以來 創台第一年和如今這一年 兩次選舉 完全看得到說一套做一套 即是美國選舉 是吧 都不會 大哥 人家那邊那些 美國那些 真的有什麼風吹草動 都沒有做 你有這樣的傾向 表現出你有什麼傾向想做 就立刻拉人封請 必敢以為拍門 是的 做得很快 當然他們是沒有膽量 去模仿別人的做法 更加不要說 有這個知識 是看得出別人 其實是用這些傾向鎖住 然後滲透 這些就更高級 好了 教育方面 我們看一些我們親眼看到的現象 就不要說要冤枉楊局長 首先就讀九龍華隱中學畢業的 九龍華隱 是的 九龍華隱 九華而已 不是港島那邊 是的 不是很熟 但是媒體都稱他為華隱仔 楊潤彤中學就在九龍華隱讀 之後大學就在香港大學的社會科學院那裡讀 有傳媒曾經說到他在三十歲過後才加入政府工作 他又出名甚麼呢 就是上位心強 我也相信是的 就是這個初級的政務官 做做做做到一步一步 去到政務處總署做事 然後運輸科、運輸局 這個暴政司辦公室我相信也是港英年代那些事情 以及工商局上任職的 17年就是他的代表作 成立了教育局局長 之前在前任的教育局局長吳克劍 都很受爭議 擔任期間 楊局長是做副局長的 即是做教育局的副局長 以他這份履歷來說 又做過教育局的副局長 又做過教育局局長 理應來說他對香港教育制度應該很有信心 即是他搞出來的 是他監察旗下的教育體系來的 那你身在其位 在其位某其事 你一定要對自己本身的職務 要有信心才是 是的 但偏偏身體卻最誠實 怎樣呢 就是原來他的兩個子女 他就不在這個 香港教育制度體系下 究竟在哪裏呢 原來他們兩個子女 都是讀國際學校的 原來深深明白香港教育制度的台 深深明白香港教育制度的他 他作出最明智的決定 就是不讓兩個子女去讀 是的 就是說這個教育制度很複雜 所以我不想你們這麼複雜 他真的這樣說 不是我 不是我開玩笑的 媒體就問回楊局長 你兩個子女為何不像傳統 讀一些功效或者怎樣 總之都好像我們 香港傳統教育制度那樣 去考DSE那些 為何不是這樣 他就說到 楊局長就說到 哦 因為我覺得香港教育制度 比較複雜 他真的這樣說 就不是很適合我的子女 而且入讀國際學校 其實是為了方便適應 他以後 即是他的子女 方便到他們以後適應到 安排他們去澳洲留學 亦都是 他的大女 在昆士蘭大學讀獸醫 他的小子 楊培生 就是在昔士蘭大學 讀化學和生物分子工程 就是這樣 即是 這一點 其實我自己覺得 楊局長 我覺得 你大學讀 去外國讀都沒有所謂 其實我自己覺得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或者 在香港 你競爭力 不是太夠 譬如 當你想讀獸醫 這樣 你香港不夠分 就去外國讀 很多都是這樣的 我覺得沒有問題 但是 你一對的子女 其實從來都沒有在你任內 是的 當任教育局局長的期間 是在香港教育制度裏讀書的 是的 可能他說 尤其是爹 在教育局長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讀 因為爹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先說一下 可能會亂 可能會亂 真的亂了 1901年 200年 所以楊局長 都可以說到是 所謂的聰明仔 這些真的是 身體最誠實 亦很為人詬病 這個是其中一個問題 我自己覺得 還有 楊局長 還有一件我之前 我在介紹這個話題的時候 還未說的 記不記得 今年自從疫情之後 香港政府一直以來 都很想在旅遊方面做些事情 這個我們都知道 城市經濟 是的 後到尾搞了什麼 哈佬香港那些事情 剛才說了一堆 要用洗很多千萬 但原來就是 點一下燈 做些擺設 是的 還有香港旅遊局一直很想爭取一條戰線 我們都知道 就是打所謂國際戰線 即不是搞事的國際戰線 他們是 例如 之前美國天后 Teller Swift 很紅 原因是因為 當時有風吹到 說到 香港本來想找這位美國天后 過來做巡迴演唱 在世界巡迴演唱 但最後被新加坡那邊爭贏了 本身來說 我們不太認同 要請類似Teller Swift的人 過來香港演出 為香港的旅遊業 帶來轉變性的 一個革命性的轉變 即是你可以搞 但我覺得 不是這麼critical 因為我們其實很簡單 我們現在每說一件事 其實都是對應他們怎樣做事 所以我們才要說這些事 從中你可以看到 在楊潤雄帶領下的 這個 旅遊局怎樣做事 他們的處事手法怎樣做事 我們當假設 雖然我們不認同 Teller Swift來到香港 會有幾大轉變 但我們先看看他怎樣做事 既然 旅遊局 他是有心聘請他 但是 新加坡那邊為何聘請到他 又聘請不到 因為新加坡那邊 他派出高級的官員 親自去到美國邀請 Teller Swift 對 人家覺得你有誠意 而且是加錢補貼 對 還是加錢的 去到補貼的 那 人家便是新加坡 但香港怎樣做呢 香港有人在追究 追究楊潤雄 你為何對比新加坡做不到事 誰追究 誰很concern Teller Swift 可以來香港 可以延長去顧馬 對 不管這個人是否應該來香港 但是 被問到為何你聘請不到他過來的時候 楊局長怎樣回答 楊局長很瀟灑的 由天空海闊 類似 他就說 好像Teller Swift這些國際級的巨星 你不是那麼容易找到他 即使是政府這一邊 即是我們動用到政府的牌頭 去聘請他的時間都好 可能我們連聯絡他的電話都打不到給他 就這樣解釋 就說 人家不是那麼容易找的 你說想找就找 連和他四句Hi 打個電話都未必有那個電話號碼 但為何人家新加坡做得到呢 這句問題出在哪裏呢 我們不是說請Teller Swift過來是對這件事 我們只是說做事方式 是的 這樣 即是間接說到香港沒有臉 連拿電話聯絡別人都做不到 是的 還是說自己連拿電話都拿不到呢 是的 所以有人不說他是躺平局長 原來你的處事手法是這樣的 即是找到就找到 找不到就找不到 隨緣 就是了 你身為香港的民體女局長 怎會有這個世界有一個 尤其是一線明星 你是聯絡不到的 這些是你份內事 你說你楊潤航自己去Teller Swift 看到他 聊他說話問他拿電話 當然是拿不到 以你一表人才 但是你有這個職位是拿到電話的 是的 因為你可以 說真一句 這些都不用教的 是不是 你用到政府排頭 人脈 我不相信找不到 即是很老實說 沒有可能找不到 那好吧 第二 你看這個女法局做事 是不是 很簡單 根據我自己格仔的資料 你看回 因為自從疫情開放以來 我們可以看到數據就是 來港的遊客 現在香港很重視旅遊 因為失去了旅遊大城市的地位 你可以看回數據 其實可以看得出 現在來說 使得最多錢在香港的遊客 是來自於哪裡 其實有數據 就是來自於內地的 我正在說的是人均 人均花錢 使得最多的遊客 在香港 就是內地遊客 他佔了兩方面 第一就是數量最多 八成 第二就是 即使除回人均消費 都是內地遊客 平均一個人 花的錢是最多的 在這麼多遊客裏面 世界各地 所以其實這些數據 是政府自己公佈出來的 我們拿著這些數據 很簡單 跟數據走 這些東西 不要當你說這麼有前瞻性 看看過往的數據 趨勢沒有變的 你也知道 如果我要在旅遊發揮 當然是針對著內地遊客 做多些吸引到內地遊客的東西 對不對 就是這麼簡單 不是這麼難 有時候這些東西 是一個正常有邏輯的人 都會想到的 但是你看回 旅法局那邊所做的事情 偏偏不是 打什麼國際戰線 純釀美愛 還是抱著 港英年代 那個心態 還是抱著那個心態 他覺得可能做這些比較高大上 是的 所以 就走這條路 不是看數據做事 如果你說根據我們自己私人意見 雖然我們 我自己搞很多旅遊 我們的旅遊不是用來賺錢 賺不到什麼錢 我們也不涉及到任何利益 純粹就是 召集一群志同道合 大家都是愛國愛港的朋友 就出眾多些 內地的消費和旅遊 因為自從疫情開放以來 全世界都是 都面對著 復甦困難 和復甦不次預期的難點 我們國家也是想幫助 還有 我們這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很多因為一些個人原因 或者一些以前可能沒有這樣的條件 其實很多都沒有回到國內什麼 我們有這個平台 我們就是想發揮到最好 將這個平台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 其實在內地和香港一樣 內地很多的城市 其實他們之間 你想想內地這麼大 為什麼我要去這個城市 不去那個城市 為什麼我要去這個省 不去那個省 都會有競爭在這裡 競爭亦都很激烈 他們之間如何爭取一個 所謂的賣點 吸引多些遊客來呢 我們從中也可以看到 他們做的一些動作 一些表現 都是怎樣去吸引一些遊客來的 因此根據我自己看到這些賣點 我購買他們的賣點我才會來的 對不對 其實如果根據我們的私人意見 我們本身就想著香港其實應該 第一,不要打什麼國際線 那些多餘的 那些外國人 第一,遊客數量來的少 第二,花的錢不多 第三,根據到 自從特朗普上台以來 即是我講上街 歐美那邊 一直都說我們 老屈我們 是來香港很危險的 又會被人監聽 手提電話又要換另一部 面對著這些客觀數據 你都不用打什麼國際戰線 對不對 如果根據我們的意見 就是當然是利用香港這個平台 例如做什麼 搞多些show 針對國內遊客 找一些國內的一線明星 爭取他們多些下來開show 或者只是在香港開一些特別版的 指示一場香港的show 爭取多些這些東西 還有我們很早很早之前都說 其實香港不是沒有優勢的 香港絕對有優勢 很多優勢 很多優勢 根本完全沒有用過的 那些優勢 一副好牌 都可以被別人打得輸 對,沒錯 那這個時間 你的旅遊局 這些你責無旁貸 根本就 例如你搞那些什麼 野賓分 那些東西 不是說不好 但是 他搞的形式 是不能夠突出的 正如我們經常去內地玩的 這些 其實內地 每一個城市 即使是那些四、五線城市也好 他都有一個野賓分的食街 是嗎 你是搞的 但是你沒有特色 你搞那個 你是覺得人有我有 你怎樣突圍呢 是不是呢 政府可不可以做多些事情 例如我們之前提及過的就是 因為我們香港 什麼人都有 什麼國籍的人士都有 都會聚集在香港 會不會搞一條 國際美食的食街 再不是說只是傳統的 魚蛋、雞蛋仔、飲奶茶 燒賣、最多顏色 這些可能 對於我們剛剛開放自由行的內地遊客來說 可能是吸引的 但是經過了這麼多年 內地都有很多這些事情 現在已經 是嗎 但是如果我們搞一條 國際的食街 來自於不同 200個國家的人 說真的都有在香港 邀請他們出來 一人擺一擋 屬於他們國家的美食 這些就是內地沒有 而你香港有的優勢 你根本就不懂得搞的 所以你是責無旁貸的 完全 你看得出他們的做事方式 若又不看 隨便委託了一間公司 若又不看 請Teller Swift 直接說沒有人的電話 這些就是 躺平局長、楊局長 做事不力 是不是 因為他們以為非常有心 心急上位 沒有說他心急 沒有說他心急 搞好自己的位 心急上位 那他上到最盡了 那就討平了 其實 沒錯 其實我從來都不會懷疑 他們這些所謂高官的人 令到自己上位的人際關係能力 我覺得他們是一等一高手 還要是 射博的一等一高手 搞上位的一等一高手 搞權謀的一等一高手 搞圈子一等一高手 是的 我也相信他們是一等一高手 但是做事呢 做事就是這樣的樣子 如果你說搞好人際關係 搞上位 搞類似這些事情 我真的要跟他學習的 很老實講 因為辦公室生存之道 港式人士 是的 搞權謀我真的要跟他學習 我自己衰什麼衰衝動 是的 經常都是 有些什麼呢 照直說 你也知道這些很大忌 雙衰如美主義 思惠行得比人快 是的 這樣 我相信這些是對上位沒有幫助的 我理智是知道這些 真的要跟他學習 好了 這些都遠一點 不如我們說近一點 無人機那件事 又是氣氛 是的 無人機表演為何 我說近一點 因為當時 無人機表演的時候 就是我們這個 國慶 是嗎 即是國慶期間 十一國慶 原訂 大概有1000架無人機 在維港表演 對不對 大家都很期待 因為我們香港從來 煙花會演 無人機表演 不是我們強行 這樣的時間 大家都很期待這場表演 本身國慶有一場 國慶前也有一場 是 這樣的 應該說有兩場 國慶前 九月二十一是一場 九月三十是一場 九月三十是一場 十一那場是最觸目 後到尾怎樣 後到尾 都取消了 九月二十一舉行的 那個無人機表演 其實是非政府機構舉辦的 其餘兩場 有政府粉的表演 都取消了 原因就是 她說 楊潤紅就說 有些事情你有所不知 因為 在這個世界上 有些事情 就看到 但有些事情你看不到 例如什麼是看不到 例如是電磁波 電力層 你是看不到的 而這些事情就是 決定了無人機能否正確起飛 以及表演 會不會亂龍的重要因素 欺負我們不懂 是 你說到什麼 電磁層 太陽風暴 這些事情 眼衣來了 是 你是真的沒有眼睛去看 好了 OK 當我們不懂 其實我會懂這些事情 好了 我們就嘗試以科學去拆解這件事 既然楊局長都身為讀書人 說到這些 我們當然要調查一下 是嗎 對 華人仔 這個時間 根據我自己認知 你說電磁層 或者太陽粒子這些東西 影響的範圍很大 不會影響九龍 不會影響新界 或者是 只是影響黃大仙 但是 觀塘沒有事 不會這樣的 它影響的是一大片區域 大到怎樣呢 大到好像小側 整個好像華南地區 都會影響到 或者整個東南亞 都會影響到 大側當然是全世界都會受到影響 起碼都是一個州份 或者整個東亞 整個亞洲 都會受影響 這些是很大片 甚至乎最普通的 就是整個地球都會受影響 這個就是我的認知 好了 穿崩位在哪裏呢 所以說你說謊 或者這樣說 找個藉口都不會玩 喂 同一時間 十一國慶 深圳那邊 當然有大型表演 這個當然 深圳那邊怎樣 深圳組織 過萬架無人機的表演 是不是 我們檢查 我們那時 都做節目講過 放一張圖出來給大家看 那張圖就是 那個電力層 影響範圍 喂 同一個範圍裏 深圳一定是 跟香港是同一個位置 同一個範圍 為何深圳可以組織 過萬架無人機 表演在香港 不行 這麼大影響 是的 究竟是甚麼問題呢 比這個 巴黎奧運會 巴黎至塔的 八千無人機 更加逐目 寄了一萬二千的無人機 人家是做的 香港 十二架都沒有 是的 所以根本就是 他們自己才知道自己有甚麼問題 而最令人發指的 就是 9月30日和11國慶 很多來地遊客特意過來 夜經濟夜繽紛 在尖東海旁 看煙花和看無人機表演 那你便令他們失望 是的 說到內地遊客 當然還要說 我們曾經都說過 就是 在有一次煙花會演之後 大家記得嗎 大家 然後很多內地朋友來看 但是走的時候 就走不了 是的 是的 然後 有些就要 睡街 沒錯 他們除了 這個 是的 講起這個 看完跨年煙花之後 滯樓 這件事 就是 關係到 運輸和物流局的林世雄的責任 當然 民體裏應該和他來一齊 有通力合作的 但是 就 有大量的內地旅客 就滯留在通宵巴士 排了長龍 因為他的班次不夠多 黃江口岸 塞滿了 因為人手不夠多 有很多 內地遊客 隻地移碎 在香港的火車鐵路公司 那些 那些 口岸 或者那些車站 上水等等 全部都憤悶責任 令到很多 下來香港 故意去看煙花營 感到不悶 其實 那時候我們都反映了這個問題 亦都有些朋友 可能就不太認同 那時候就說 不是那麼容易的 你要安排一些人走 或者 關口只有一個是24小時 那些 即是黃江 只有黃江是合理的 怎樣可以要求那麼多呢 那時候我已經斬釘切鐵地說 其實這些問題 不是那麼難解決 即是你叫到那些關口 一天這麼大把 來到延長的工作時間 是不是真的這麼難 你不要跟我說那些 制度上的事情 那你放人進來 你就釋放 是 即是等於人流管制 一個場地的人流管制 你將香港成為一個 那天有煙花表演 你將香港成為一個大場地 人你就釋放進去 是不是 但是配套你又不懂 這些事情不是那麼難想到 對吧 即是不要跟我們說 這些制度上 又敢咬紋著字 喂 就是郵輪碼頭 不要說下來香港看煙花 郵輪碼頭 多兩架cruise ship 放些遊客進來 原來沒有交通 不要說遠 難道他們逃步出九龍灣 來搭地鐵嗎 這個也是兩個局長 雜無旁財的 這件事 對 楊恩空 那時候就說他 連很多人都說 立即叫那些大巴公司 立即幾架大巴輪住 去那裡接人 立即送他們出去 有多難 接著 自從事件發生過之後 楊局長阿蘭是親民 要親自走到的士站 要派Q牌 射遊戲現金券 讓他們去游輪碼頭接人 做這些 這麼表面做所有的功夫 實際的政策 有欠房 其實很簡單 譬如 有一輛大郵輪要來 你也知道 啟德郵輪碼頭那邊 其實是山卡拉的 它又不是真的遠 它是格涉 很多交通配套 都未能行走的 這個時間 那些個別事件 你不會說 那輛郵輪來到的時間 你這一秒才知道 你很久之前都知道 它有一個計劃 它什麼時候拍來香港 你會知道這些事情 否則你也不會 建一個郵輪碼頭 邀請大郵輪來停拍 你會知道 這個時間 你也知道那些配套是不行的 同一時間四五千人下船 難道走過去嗎 走出去嗎 是不是 你安排就簡單一點 你不要說 派石油娟娟 鼓勵小巴的士過去 你只是派 清一色的大巴出到市區 或者旺角 就這麼簡單 搞定 對吧 你說 可能有些遊客 不需要去旺角 但旺角是 你坐什麼車去 香港哪裏都有的 就是這麼簡單 都解決了 整件事 對吧 所以 你會覺得 第一 他們做的事情 很表面化 第二 也是我們俗稱的離地 根本 連社會怎樣運作都不知道 是 那單郵輪碼頭的事情 我現在看到 李家超特首親自 要介入找跨部門小組 都要善後處理 那應該呢 他們兩方的恩怨 為何楊潤雄的離職信不提 李家超 就是從那時候開始 可能 又或者再之前 那數楊潤雄大概 再數下去 恐怕這一集都不夠時間 那我們 將他的那些封攻位跡 就數了這麼多 是的 將來有機會再數 我們 新潮民 通常做國際時事新聞 很少就本地的政局 說話 但是 彷彿好像 我們過去一年 每次都說了 都說楊局長多些 是 就是提他 是的 剛才說的事情之前都報過 那些我們平時沒有說過的人 那就是 另一位 也都被國務院免去職貿的林世雄 身為運輸和物流局局長 那他任內 有什麼 封攻位跡 封高位跡 先說兩個mile 就是 建立沙田的74號 主要的幹道 那時候沽價是71億港元 比起昔日 2006年 11億港元 貴了很多很多 最後 令人歪然 最後壓價 壓到68億港元 來建設 那這件事 如果有留意 這個預算的話 有人會記得的 還有就是 曾經被大致標題 被人來公開名 來罵的 就是一班的士師傅 的士師傅們就說 林世雄任內 就打擊這個白牌車不靈 的士就搞大停工行動 這件事 我們先不要說白牌車 或者的士 誰對誰錯 但是呢 令到業界這麼多人不滿 也是 林世雄局長 前局長 現在的責任 應該要做很好的平衡 無論的士是對是錯 無論白牌是合法 要合不合法 你都要有一個圓滿的解決方案 而這個世界其實有很多國家 已經懂得把的士和電話 叫車 拿一個很好的平衡 為什麼不參考呢 到現在未解決過這些問題 未解決過 是啊 那麼 這樣說一點 就 比較文遠廢行一點 就是香港的隧道 就是曾經有一個改革 就是由這個 給錢 和這個 那個自動繳費 變成一個易通行 易通行是大工程來的 需要在某些隧道那裡 來做建設 那就形容 推行工程 推行押後 但是呢 也都在推行的時候 太過闖絕 而且很多師傅 就指到申請繁複 令到他們難以 無所釋從 還要易通行的 那個System 是曾經壞過的 在開始的時候 那這些 又是你 前局長的責任 不過現在要說一些 更加 來人家瓦牙切齒的 就是 令到我們 在國際名譽上的損失 和剛才那件事 就有呼應 這麼多內地的遊客 過來香港 看這個夜賓分 煙花和無人機表演 首先是無人機 沒得看 還要沒得回內地 令到很多人 在口岸上 積地移碎 然後最後才搞了 深圳瓦口岸 變成了24小時通關 不不不 最後去做的事 就是我們 當初建議那件事 就是整個關口 去到24小時通關 那當時還有人說 我們不是這麼容易 不是也是做得到 那你不是這麼容易 什麼不是這麼容易 就做了 喂 這件事不是影響到 香港本地人 而是影響大量的內地人 而且不止影響了國際旅客 話說2023年的時候 就有個颱風 叫狗仔 不是應該叫小犬 就打到香港那裡 導致旅客就滯留了在機場 通宵的士也不多 整個機場的人 如果大家都截通宵的士 也都打了整個派手場路 那大量的旅客 就因為這個颱風滯留在機場 而當局呢 是當時 這個運輸局和文化樓局的局長 林世鴻是會有應對方法 只能夠出來道歉 那 對上一次我們在公開媒體 都看到林前局長 就是上個星期四 在機場那裡 機場有個三考系統 有啟用儀式 他就出來了 應該呢 那次就是他最後一次 公開活動出席的了 那此後呢 現在被免職 生效的時期 之後呢 我們都見不到他處理事情了 也都 在這個今次的中央 國務院來到去 免去他們的職務的時候呢 同時也都任命了 也都是國務院任命兩位 來到去接替他們的職務的 兩位都是女士來的 一位就叫做羅淑佩 羅淑佩呢 之前他是做過這個運輸署 做過運房局 也都做過運輸物流局 如今羅淑佩呢 就調過去 他由這個運房局那裡 那裡 運輸物流局那裡 就調過去這個民體內那裡 接替楊勇 這裏先說一件事 是 就是大家覺得 不要關注 這些東西絕對 是和大家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接下來 說這些替任人 其實呢 又是重複犯錯的 是的 所以不要關注 你覺得這些人 我都不認識不關我的事 是吧 為了讓大家增添大家趣味 可能林世雄 大家印象不太深 或者這個什麼羅淑佩呢 或者新的這個運輸物流局的 陳美寶 大家不太認識呢 那我先講一些有趣的東西給大家 我不講他們這些人的生平 講一下 為什麼這次中央會插手 好嗎 我們講一下 嗯 其實呢 自從今年三中全會以來 中央是一個指令呢 是指到香港那裡的 就是為官者 有一個新的四大要求 這四大要求呢 就是你要有領導力 然後呢 你要有解說 解說這個政策的能力 你要有主動的積極性 還有要有改革的決心 那有兩件事呢 李家蕭特首是有強調到 而且大眾的印象也很深的 就是李家蕭特首有提到 就是中央三中全會之後 很重視為官者 還有你做 我們香港內閣 就是做這些入局的領導力 還有要有改革的決心 因為李家蕭特首自己都有做 但是卻在兩件事上面 就是解說政治政策的能力 還有那個主動積極性那裡呢 就欠奉 而李家蕭特首呢 也都沒有在這方面很大力的推廣 我自己覺得 因為很多公務員出身的人 本身他們都是 即是 即是根本子辦事 可不可以這樣叫 還是你要他們有這個積極性改革 按本子辦事 按本子辦事 還有盡量就 追求就是多做多錯 少做事錯不做不錯 那就很難有人 很有這個initiative 積極性去做一些事情 那導致今次 尤其是沒有提到的那些 即解說政策的能力 就是 怎樣才是解說政策的能力 就是要將政府的政策 懂得和市民來說 還要說得來引起別人的共鳴 能夠別人是新同感受了解得到 只是拋一束數據出來說 是沒有用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其主動性 主動性就不僅要主動面對媒體 面對大眾的解說 還要懂得去反擊惡劣的批評 惡劣的媒體 外國的文宣 還有 還有一件事就是 李家超先生自己也有說 李家超特勢也有說的 就是在你推行政策的時候 你不小心都會得罪一些既得利益者 所以 你也要有這樣的能力去推行之餘 也要有這樣的勇氣去面對接下來的挑戰 那 雖然公務員出身的人 就是想追求一個鐵飯碗 鐵飯碗就是 令到他們盡量 不要有過失 不求有功但求無錯 所謂的上位能力 也都可能跟你做事是無關的 跟你能不能夠拜門進去 不知道哪個派系 能不能夠平折保身 能不能夠維持著派系的利益 來上去 可能這樣的因素會大些 所以你突然間跟這幫人說 要有改革的決心 要有主動性 還要懂得站出來面對 全世界的媒體惡劣批評 嘩 我懂得做這些事 我當初沒有做公務員 或者跳走了 跳走了 或者被人拔了下來 或者這樣說 這些具備的條件 可能有很多都是 在外面 就是那些私企 做得那麼少出色 就是那些再跳入政府做的 都會有這些能力 是的 但是你說由頭走到落尾 都是公務員體系的 這些就比較少一些 還有剛才提到23條 就是難得23條 香港應該有一個法令 令香港再乾淨一些 再工整一些 但其實原來 楊局長的背脊組已經花了 被人拔到 很多人都越級 去到最上去投訴他的表現 那為什麼到了2024年年尾才來拔他呢 還要是國務院親自來去 任命來罷免呢 其實就是因為這樣 香港剛剛就立了23條 那就不疑有什麼大動作 所以拖到現在拔了 那可能他的意思就是 如果立了23條之後 那時候立了23條 那時候就拔走這個 又是局長和林世雄的 莫非他們是半國 不知道會不會這樣看 不過又這樣說 大家也可以想想 我們講一些有趣味一點的 時事分析 對上一次 你聽到國務院 免許別人的職務 是哪兩個人 不是那個 國防部那兩個人 是的 李尚福和長江 以前的外長記錄都沒有他的名字了 李尚福和火箭軍那些 是的 那無論是秦江和李尚福 需要什麼 需要 一層又一層 遠遠流長的利益輸送貪腐系統 第一 又或者是需要半國 這樣 去到這個程度 國務院才會不叫你自動辭職 主動免許你的職務 通常中國人做法都是 你自己辭職 這次他們兩位仁聽 林世雄和楊洋雄 其實他們已經做了兩年半的任期 他們差兩年就離開了 其實 為什麼不留好去呢 拖過去 或者自己自動辭職個人理由 為什麼用免許職務呢 不如大家想一下為什麼 我不知道 大家也可以想一下為什麼 所以這次都震撼了 你未聽過 國務院免許的兩位職務 我們未聽過 國務院新自任命的 這兩位新的人呢 也都講他們的CV之前 講一些有趣的東西給大家聽 原來自從任命了這兩位新的局長之後 羅術沛和陳美寶之後 我們香港是第一次 第一次有七個女局長的 破了董伯伯當時的六位女局長紀錄 現在有七個女局長 即是多了女性入局做局長的班子 不過說到女性身在高位的話 除了講這兩位新人之外 我們真的要講一下 預測一下 接下來還有什麼人被免許職務 或者大家眼中 誰人最值得被免許職務呢 被不走呢 是的 我自己有一個人覺得 應該要免許職務的 這個就是姑媽 我們不要說她的真名在哪 是的 今天敏感 我們做這一集很敏感 為什麼呢 我們當然是 其實觀眾大家都心水清 都知道為什麼 大家心水清 不要說過去了 過去的大家清楚 不如說現在 現在有兩個局長下台 有些人明明在當位的時間 身為立法會議員 你身為立法會議員 應該積極批評政府的一些過失 或者給一些好意見 這是份內事 我們沒有要求過多 是嗎 在這兩個局長被免許職務之前 身為行政會議 召集人 而且立法會議員的姑媽 你又不說他們有問題 你不會提出他們有什麼問題 叫他們去改進 或者給一些意見 他們怎樣改進 但是反而 你去到今天 我們看到這件事發生了 阿爺也發聲說要解僱 是的 他很勇敢 他馬上走出來就說 是的 楊局長 我都說他在一向做事官僚 即是說 我知道 我說了他要走 我一向都這樣說 是否這樣說 我一向都這樣看 狠狠出來踩 不斷扔他 不斷扔他 不斷出來 總之阿爺一押了頭 炒油 立即出來撿死雞 簡單地說 撿死雞 這叫做 但是在那兩個局長 還是 局長的時候 又不見你出來批評 或者給意見 現在炒油 你出來撿死雞 波都進了籠 等於波進了籠 還要進入籠門 把波一腳踢到網上 這些他是懂得做的 就說到 楊局長做事很官僚 從他請不到Teller Swift那件事 我那時已經說到他有問題 最想請Teller Swift就是葉劉 是的 顧馬 顧馬車 顧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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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水的東西 誰知道這麼簡單 顧馬 顧馬 就說 喂 我一向都說楊順紅那些有問題 咦? 但是接下來 代替他那個就不同了 就要和 接下來代替他那個人有關 羅淑佩 是的 接替這個 楊前貢獎代表文體女 是的 為什麼我叫大家注意這個人呢 這個人呢 葉劉就大讚 非常好 為什麼呢 姑媽 讚得 羅淑佩 我們要加緊防範 是的 因為 根據媒體所表示 就說這個羅淑佩 羅淑佩 是的 葉劉自己說的 他自爆 當年羅淑佩 是他 等同他的徒弟 是他親自請回來的 這個人是絕對好的 他做事 很有條理 很聰明 很精靈的 這樣說 是的 我真是原話的 姑媽在接受到一個 電視節目的訪問的時間 就說到 當年是由他親自聘請 這個羅淑佩 就表示羅淑佩十分精靈和聰明 是的 就這樣說 即是自己很眼光獨度這樣說 是的 證明我沒有看錯人 而現在是他的局長 就這樣說 你請過這麼多人 有一個就有局長 立即出來說你眼光獨度 又不見你教好你的賊 是的 所以我說他們 這些 即是由港英到現在 做了這麼久 這些職業的政治家 我們叫做 或者叫做職業的政治 政客 論做事行不行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論到抽水、卸博 這些事情 我真的要拜他為師 我真的思維沒有他這麼快 自愧不如 是的 除了馬上扔到楊局長幾腳之外 當然是贊自己的 馬上扔電 是的 當年我請他 現在新任這個局長 證明中央都有眼光 我們稍後再說 中央為何說到 找了羅淑佩 我們自己不是這麼看好的 但原因是我們稍後會說 大家很容易明白 還有一句 中央不可能認識他們 其實都是香港 提到他們的CV 推薦過去 讓他們檢視 我剛才想說的就是 姑媽抽水 不單止這麼簡單 還有一招 所以我們真的要拜他為師 就是說到 喂 你們 看到楊局長、林世雄被免職 都免職還免職 但同一時間也要再次提醒大家 即使這些新局長上了任之後也好 如果 即是市民 我想想跟市民說 如果你們往後看到一些政策 推行不順的話 就不要下下怪局長 就這樣說 嘩 大哥 多兇 即是 即是 你不要怪我 是 就打定這個底 是 是 即是神也有去 鬼也有去 他呢 就 他還說多了一句 是 這句真是無敵 這次叫做中途換人 是 接著姑媽還說 換一次就好了 在現在這屆政府裏面 不再適宜再換一次 不要有太多人事變動 這樣的話 是會對政府有損害 封埋到止蝕門 嘩 他真是厲害 是不是真的要拜為師 所以知道這次 他又不提一提 他只是說政府換人 他又不提是這個國務院 來免去職務 也不說為什麼 那我們現在就進入到最後一部分 就是講這些代替者 是的 那為了提高大家這個興趣的話 那我先講一下這個羅術輝 為什麼姑媽走出來take credit 說當年 當年是她拜我的人 拜我拜入我的門下 我帶她出身的 是不是 我一向說她厲害 是不是 就是這樣 羅術輝 她的正職做事方法 她最近做過什麼大事 也輕輕說一說 先講好話 在這個濫用公屋的情況下 在過去一年 她很出力 她說自己都精力充沛 她說非常興奮 她做到很多政策方面 打擊濫用公屋 回收了超過五千個單位 現在好像升到六千 他也提出这个举报的计划 谁举你身边的人乱用公屋的话 就有3000元的现金奖就是他搞出来的 这些都可以的 那朗素贝做了89年入做公务员 35年的政治经验 还有另一个运输和物流局的陈美宝 亦是89年入做公务员入政府的 那大家都是35年的这个政绩 那除此之外呢 就被语为了朗素贝 就说他比较跳脱 性格比较开朗 懂得跟各方打交道 懂得跟媒体打交道 那这个就是可能新人士失效方 不可能家超就推荐他们两个 不过最大的问题 也都最令我觉得很怀疑的东西 就是罗素贝的喜好 就是追星 追明星 没错 罗素贝喜欢追明星 也都不忌畏地 就是他之前都做了很多 首席秘书 秘书长 副局长这些位置 他都不忌畏地公开 来显示自己追星 他公余的时间就拿来追星 他特别喜欢一个香港的乐团 就叫妖镜乐团 照妖镜乐团 然后他很喜欢照妖镜乐团 里面的一个男孩 经常追着他的 外号是什么 外号是医人 他很想做小鸟 他很想小鸟医人 不过他就比较大鸟 他就不是小鸟 而且他现在还是单身的 为什么强调这件事呢 单身 女子 事业有成就 人到这个年纪 还要喜欢妖镜乐团 这些全部都是 我们觉得 有些随时会 有些事的红灯 因为观众不知道的话 妖镜乐团MIRROR 是大大声起媒体面前说过 肆虐传头的肺病 是由中国来的 妖镜乐团 多位成员 昔日是支持过的 公开了 这些事情就没得抵赖了 有什么连贯呢 我说下去 妖镜乐团 他追星追到什么呢 就是妖镜乐团 尤其是那位成员 去国际机场 沙田马场 亚国馆 总之任何音乐会 宣传会 以及颁奖礼 他都会去举牌 举牌支持 他是超级忠训 妖镜乐团天地呈祥 国会会长 随时会说笑话 不是会长都应该有些位的 应该有些位的 这些级数 是的 他随之之外 也会喜欢妖镜乐团的 妖团长 这个Anson Anson 出了名 他是喜欢男士的 他自己是个男子 他是个男子 他不是喜欢男子的男子 这样 他也不是一个事前 才育训到的 星高男子 他们是找水的 喜欢妖镜乐团 没什么 政治不正抗 首先第一件事 政治不正抗 因为这班人 摆明就是参谋 还有是罪恋美爱的 是的 第一是这样 第二 就是 未来你身为这个 你昔日 你昔日 他昔日 身为这个 运房屋的时候 有没有过问过 房委会里面做的事呢 当然 房委会 就多回到这个 法院那里 来提出一个上诉 就是关于我们香港 过去几年有几审 一个同性婚姻 拿到公屋和居屋 的这件事 那 昔日 你有没有做过些什么 来到去监察 还有去 企图去 挥到最后呢 我看不到这个消息 但是我都希望 我希望他 会有 但是当他喜欢妖镜乐团的话 我有点保留 我有点保留 他会不会在这方面 来去把关 就是容许香港这个地方 是同性婚姻 在外地结了婚 在香港这边 拿我们的福利 这件事其实是不对的 我绝对有保留 他有没有出力 来抵挡过 这些事情发生 另外一件事 又是回到杨局长那里 什么都关他事 前文体内局长杨永雄 当日美思那场球赛 请回表演的嘉宾 就是请了妖镜乐团 来做表演嘉宾 接着 这个新的罗淑佩 又是妖镜乐团的超级忠粉 说得出面了 还要 带他入门的姑妈 又是妖镜乐团的超级粉丝 三个人都喜欢妖镜乐团的 三个人都没什么好事的 所以我真的有点害怕 尤其是现在罗淑佩 入了这个民体内局 那会否在未来的所有民体内的文宣 都倾向于请自己最喜欢的妖镜乐团呢 是了 他毫不忌慧 首先我们看一个人很简单的 你做不做了大事 或者有没有分寸做事 从一些个人表现你都可以看到的 第一 你做了这么久的高官 是不是应该 不要那么羊羊 有时候个人喜好有不同 我们当它没有政治立场 或者没有特别的东西 你的个人喜户 我们不批评 但你身为一个高官 你可不可以给一点点忌諱 给一点点避忌 你做小粉丝也没有人阻止你 你不要这么羊羊 不行 从这点我们应该看得出 他做事的分寸 我们是值得怀疑的 没错 要么他做事没有分寸 不懂得忌諱 要么他就有新经营 是了 他正不正拎啊你不知道 是了 罗淑佩是一个很懂得跟媒体打交道的人 即是他懂得政治运作 是了 如果他懂得跟媒体打交道 都要告诉全世界人他支持这个乐团呢 那可能这是一个政治操作来的 是了 还有他现在来的这个 是做民体内局长 那些宣传 找谁做宣传 想打什么香港价值 现在你 掌握了他的手上 给他的手上 如果他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 我们都知道了 现在花钱最多的是内地游客 平均计算每一个人都是 没有人喜欢要的 是了 数量也是最多的 喂 我是知道的 但我不喜欢 即是叫做讨好内地游客 我明知也不喜欢 我现在就是要推全妖镜 吹吗 如果 未来民体内或香港宣传 全部用妖镜 推全妖镜 甚至推到大外区给他们开场表演的话 那就真是 就真是公共党党人情了 是了 最大问题现在是什么呢 国务院 亲自落命令 炒了这两位前局长 当然有些人会代替他 是吧 是 但是阿爷哪知道香港那么多 他不会知道 那么多细节 就是说哪个人是 什么性格 做过什么 又什么 可能就是靠特首推荐 或者旗下留下 总之香港的人 去推荐 去代替这两位前局长 是吧 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形就是 你推荐那些人 也是这样的人 那下问题就等于 好像个 轮回那样的 是了 到现在还想做些事 找些人来去懂得土 黄人欢心 不是的嘛 喂 美国那边都大见天了 美国那边 特朗普得罪了半个美国 那些黄人思想 所以节目去到差不多尾声的时间 我们就要提出这个问题 不是说有些新的人代替了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了 其实 归根究底 深层次的问题依然存在 香港距离真的要去到 阿爷心目中的要求 我想还有一大段路要走 那就是 我们最后的总结 叫做 那好了 在这次节目完结之前 就继续做一些呼吁 现在新潮民 未来 就会在2月9日 搞一个 为期十三天的东北之旅 主要就是去 俄罗斯的海参威 以及我们东北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跟之前12月的团是完全一样 但是12月已经满了 那个跨年度的 俄罗斯海参威加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之旅 已经满了位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朋友 就要把握 2月9日 至2月21日 这13天的行程 有兴趣的朋友 就在WhatsApp 过去 加852 68287447 来报名 还有我们现在就有一条影片 就是行程介绍影片 播放给大家看 大家看得到有兴趣 真的要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期间是搞 我们中国的冬季亚运会的 你如果 想看中国的冬季亚运会 在那里怎样搞的话 你就要报这一团 现在我们立刻去片 我们留在节目再见 在节目开始之前 就由我格仔来介绍一下 新潮民 在未来就会搞一个 为期13天的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再加上 俄罗斯海参威的旅程 出发的日期就在2月9号 至2月21号 由于上年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十分之火爆 当大家得熟这个消息的时间 但去年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已经进行了一半 因此有限于去年 很多人都去不及这个旅程的关系 今年我们就特意再搞一个 想报名或者查询行程的朋友 就可以WhatsApp 加852 6828 7447 来报名和杀取行程 大家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今年的哈尔滨 是将会举行冬季亚运会的 所以哈尔滨那边 是会有大量的住房需求 正所谓 一房难求 我们是很难保持住这些房位 必须要用 真金白银来留位 因此有兴趣的朋友 就要来快点决定 而我亦都会在这一条片的片尾 最后的十几分钟 就来放一个 关于今次旅程的 行程介绍 在节目结束之前 就由我格仔来亲自介绍 新潮民将会在2月9日至2月21日 搞一个为期十三天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再加上俄罗斯海参威之类 这次行程也由我格仔来亲自设计 以及规划路线 所以一般坊间外 找不到相似的行程 再加上 未来 在哈尔滨那边 就会搞到我们的冬季亚云会 可以说是 王上加王 事不宜迟 不如说一下我们这个行程 的那个简介 内容究竟是怎样的 首先 第一天我们就会从香港出发 然后乘坐巴恩基 就会去到哈尔滨 休息一晚过后 我们就会来到第二天 就正式进入到我们的行程 第二天我们就会去到 风景很美的 民族博物馆 以及非常有特色的关东股行 当然不少的就是 我们即将会来到全世界最大的冰雪乐园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就来到在那里 去看冰雕和雪雕 之后 我们也会去到 黑龙江地质博物馆 由于东北地区 在古时来说 是有很多 珍奇的地貌 而且也有 大量的恐龙化石 因此我们就特意来到这个 地质博物馆 去开一下眼界 然后就会进入到第三天的行程 第三天 我们在探完早餐之后 就会去到 哈尔滨其中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这里就是福尔加庄园 整个庄园 占地面积六十多万平方米 里面有大量的 俄式建筑 三十多座的城堡 教堂 别墅 全部都是按照哈尔滨最著名的 圣尼古拉教堂 等等的 出名的俄式建筑 去到设计建筑 整个庄园我自己亲自去过 都是非常漂亮 再加上一个 雪白纷飞 这么漂亮的冬季环境 仿余置身于一个 童话故事的小镇里面一样 然后我们就会来到第四天的行程 第四天 我们就会去到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同等齐名的太阳岛雪雕 那里去看冰雕 以及那些很漂亮的超级大雪人 如果要比较太阳岛雪雕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哪个更漂亮 就很难去说 大家都叮当码头 真的一时三刻之间很难分高下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太阳岛附近的松花江观光索道 踏上这条索道 我们就可以看到整条冰峰的松花江 究竟有多壮观 之后我们也会去到 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 圣索菲亚教堂 来欣赏一下 当时在哈尔滨 这个最具拜尖庭式建筑的 代表性建筑物 究竟 它怎样力进风雨 时至今天 依然是怎样压立不倒 当然就不少得 哈尔滨最出名的一条街 也就是有过百年历史的中央大街 听起来 你以为是一条普通的街那么简单 其实它是一条延绵非常长的街 街的两旁充满着不同特色的店铺 而且 是别具着 这个异域风情 仿余置身于外国之中 在它的冬季还有很漂亮的灯色来点续 整条大街 因为你是不会看到尽头的 因此我们就一定要来到这里见识见识 之后就会去到第五天的行程 第五天 我们会参观到 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东北虎繁殖基地 这个东北虎林园 这里除了有众多 全世界体型最大的老虎之外 其余还有 比较罕见的白虎 甚至乎全世界 才得过 二三十只 狮虎兽 即是游到狮子和老虎混合交配的下一代 当然还有 普通的狮子 美洲炮 以及狼 等等的猛兽 亦都会在东北虎林园 是被我们见得到的 在参观完东北虎林园之后 我们就要正式出发 离开哈尔滨 就会乘坐高铁 去到这个英勋河市 在经过一整晚的整顿之后 来到第六天的行程 我们就会正式 由英勋河市 对面的口岸 成了这个旅游巴 就会去到 俄罗斯的国土 在经过两个小时的车程之后 我们就会去到 俄罗斯的海参威 当然一到步的时间 那边已经准备了一场 俄罗斯的歌舞表演 来到欢迎我们的到来 经过周居劳顿 终于来到海参威的时间 我们就会在第七天 正式玩云海参威 当中所安排的景点 非常之丰富 首先我们就会去到 海参威的六港火车站 在那里 就可以见识到 全场 超过一万公里的 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 9288的纪念碑 当然那里也有 很多传统古旧的 过八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 而海参威作为 俄罗斯远东地区 唯一的一个出海口 也是俄罗斯 唯一在太平洋的 正式出口港口 所以我们也会去到 海参威的六港码头 来参观 当然不止看码头 这么简单 在这个六港码头的附近 也是俄罗斯太平洋海军司领部的总部 在这个地方停泊有很多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舰队 而舰队有一个特点 就是表揽无遗 当我们去到那里的时间 就可以一次过看完 整个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几乎所有的舰队 而在他的旁边 也有俄罗斯公分二战潜艇 C56号的潜水艇博物馆 当然以俄式的风格来说 一般 好像他们这些军事博物馆 都是任看不生气 甚至乎拿手去触摸 以及触摸 他当中潜艇上的机器 也是无任欢迎的 这点就跟其他博物馆 有些不相似的地方 他们的博物馆是比较着重亲身体验的 当然 景点又不止那么少 例如还有 远东最大的教堂 圣主之舞堂 以及 俄罗斯远东地区 唯一的海船门 都是在我们的行程范围里面 之后 我们就来到 第八天的行程 在这个时间 说明海森威是一个著名的港口 当然我们就要 来到 去坐一坐船 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 在海上 来游览一下 俄罗斯远东地区唯一的 不动港 金角湾 究竟 是一个怎样的海湾 在游船的时间 我们也 都会近距离看到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舰队 就像座山 来欣赏一下 他们体型比较庞大的 太平洋舰队所属的巡洋舰 究竟有多威武 和近距离感受到 这种俄式的暴力美学 当然 这个行程是我设计的 还有很多 一般 游客不会去的地方 例如是 海深威的要塞博物馆 也是我们这次行程的重点之一 之后 我们就会去到 第九日的行程 我们依然在海深威 首先 我们就会去 著名的英巢山 从高空 看回整个海深威的城市面貌 然后我们也安排了 去到一个冷门景点 这个冷门景点 当然都是我自己加入的 就是俄罗斯 奔海边疆区的水族馆 这个水族馆在当地的民众心目中评价非常之高 一般的旅客根本就不会去的 当然还有一个 一般旅客都不会去的地方 就是来到 欣赏一个 俄罗斯非常之出名的马戏表演 这个那么出名的马戏表演 都是当地民众 才懂得去的地方 俄罗斯的马戏表演 就在世界 已经是出名了 当中 我们还要找到 全海深威里面 最出名的马戏表演 保保大家 一定看到目不下级 然后还有一些时间 我们就会来到 在海深威的市内观光 买一些当地的特色手信 难得这么远来到俄罗斯 当然 要带一些特色手信回去 上面也可以促进一下 俄罗斯那边的经济 然后行程就会来到第十天 我们就会从 俄罗斯的海深威 返回来我们这边中国 就去到这个 卯丹江市 卯丹江市 是一个 我们中国边境里面 其中一个以朝鲜族 为主体民族的一个城市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大惊小怪 如果去到卯丹江市 看到一些中韩商语的 一些招牌 一些餐牌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去了韩国 因为这里 是朝鲜族为主的城市 所以 所有的文字 都是以商语 来写出来的 我们来到卯丹江市 同样要知道的一件事就是 这里就是当年 抗日联军将领 张宝州所领导的 联抗第二路军 所活动到的主要地方 而卯丹江市的第三个身份 就是 自从2300多年前 这里 一直都是 我们中国另一个主体民族 满族 所世居到的地方 去到卯丹江市 我们也会参观著名的抗日英雄故事 八旅投赶的纪念碑 当然还有著名的市内 最大的园林公园 江滨公园 它的雪景也是非常之一流 然后行程就会来到第十一天 我们就会乘坐高铁 去到辽宁省首府沈阳 沈阳相比于哈尔滨 在东北的主要城市来说 就多了一番繁华 来到沈阳这里可以说到是 应有尽有 作为全国东北最大的东北城市 我们来到沈阳就会来到参观到 著名的满清一条街 这里整条街都是按照当年清代的仿古建筑 当中有很多小食店 茶楼餐馆 都是依照着古代的仿古建筑 来重新展现在大家眼前 再加上 我们去的时间 是东北的冬天 所以雪景再配合这些仿古建筑 令大家有一个错觉 仿余置身于 古代的清朝一样 当然我们也会去 这个 著名的辽宁省省级博物馆 这里的珍藏 床量非常多 一般的旅行团就不会来这些地方 所以损失都别说不大 之后我们就会来到第12天的行程 我们就会去到 无忘历史的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来得东北 如果不去九一八事变博物馆 就不如不要来 在我们 好好认识这段历史的时间 也会去到另一个 充满着历史味道的景点 这个就是著名的沈阳故宫 沈阳故宫相比北京故宫 当然它的规模是 及不上北京 很简单 因为沈阳博物馆就是清泰祖鲁尔哈赤 在未入关之前的行工 但是你不可以这样而小看 它都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古建筑群 也是 中国近存的两家 最大的皇家宫殿建筑群之一 所以沈阳故宫 也有小故宫之称 当然我们也会去到 在中国近代史 非常有名的 张学良 也就是在民国年代 有张大帅之称的张作霖 他的儿子 之前住到的少岁府 来感受一下在当时 民国年代 影响着 我们半个中国近代史的一段经历 然后 我们也会来到行程的 另一个重点地方 这个就是我经常都会提及到的 来到沈阳 当然要参观到 沈阳飞机航空博览员 作为我们全国 两家最著名的 战斗机生产商 沈阳飞机製造中心 他的博物园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系统地 去介绍 我国遵击机发展历程 和航空科普知识的一个 大型专业性展馆 如果时间许可 我的话 格子我还可以来到在这里 亲自抓咪 来到为大家介绍一下 在里面的战斗机 究竟 他的性能 是去到什么水平 以及 我们一代又一代的 航空发展历程 究竟是怎样 就让大家可以再认识 我国的军事水平 比较深刻 和贴近一点 然后我们就会来到第13日 在吃过酒店早餐以后 我们就会来到沈阳的机场 就会坐直航的班机 回到我们香港 就来到作为行程的结束 和以往一样 这个行程 格子我亦都会以 其中一个团友的身份 来玩一份 有兴趣的朋友 就可以WhatsApp 加852 6828 7447 联络潘小姐 来报名 和查询这个行程 杀取这个查询单张 当然我再要一次提醒大家 由于在我们今年的冬季 我们中国就会在哈尔滨那里 搞一个全世界都非常触目的 冬季亚运会 因此现在 哈尔滨的房间 以及食宿 是非常紧张 当地政府已经开始 去到四处精用酒店房间 以供亚运会之用 因此 如果还在考虑的朋友 报名动作就要快了 因为我们不能像以往那样 可以以预定的方式 来到去 拿这些酒店房 现在来说 一定要付上全费 才可以留得住这些酒店房 正所谓 物以罕为贵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今届精彩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再加上 俄罗斯海参威 这个这么精彩的旅程 再说一次 WhatsApp报名的电话是 加852 6828 7447 联络潘小姐报名 加仔我期待在旅程当日 会见到大家 去到玩尽 这13天的旅程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临结束之前 请分享 赞好留言 订阅新潮民的频道 新潮民2.0频道 以及我们的Facebook专页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